- 沒錢 - 沒錢 - 沒錢 - 其實我覺得他們很喜歡用很多藉口來解釋為什麼沒錢 就比如說 新資二三十年都沒有漲啊 日幣有別人是不是很厲害啊 什麼之類的 - 可是 國內也很貴啊 - 而且日本國內旅館超級無敵 爆貴 - 法國啊 - 韓國也是 有很多可愛小小的旅館 - 泰國也是 - 對沒錯沒錯 - 然後可能大概三四萬而已啊 - 可能你知道日本三四萬頂多只能住在一個 - 收手 然後飯菜收手 - 沒有因為你知道日本人的高級旅館很奇怪 - 它是算人頭的嘛 - 不是算房間的 - 所以你就會覺得奇怪為什麼 - 對我們三個人去住比如說十萬塊的房間好了 - 它還是硬要每個人收四萬塊的房間 - 就是只能少一萬這樣 - 它標出來的價錢通常都是一味的價錢 - 所以你在看這三萬的時候其實它是六萬 - 如果你是 - 對對對對 - 欸六萬欸 - 最後結束就乘以二了這樣 - 對啊 - 欸你知道嗎 - 它我男朋友不跟我旅行就是因為這樣嗎 - 就是他一定要付他自己那一部分 - 我有說我可以幫他付啊 - 但是他可能覺得太對了吧 - 對啊他就覺得 - 那你願我把那些錢拿來給他買高爾夫球鞋之類的 - 就是一個觀念問題 - 如果他自己也會去打高爾夫 - 他自己都是租那種一萬塊的商務套房 - 反正就真的是我做不下去 - 對 - 反正也是睡一覺就走了 - 沒有我覺得這個費用高就是 - 他覺得他要做這麼多的害怕的事情 - 然後還要這麼貴 - 還要付這麼多錢 - 對的那個的費用高 - 然後 - 所以每錢都是借口 - 擔心被弄丟東西擔心被搶 - 雖然確實蠻容易弄丟東西 - 就是你旅行的時候 - 我自己覺得我拆啊 - 然後旅行啊 - 沒有弄丟東西的是少數 - 我都會大概 - 那是你自己的問題還是 - 還是我自己的問題 - 還是國家的問題 - 還是我自己的問題 - 那就沒辦法 - 然後我每次都會覺得 - 啊那就是亂了這樣 - 因為你本來就會比較忙亂一點嘛 - 難免啦 - 我覺得就是弄丟可能就是自己的問題 - 然後怕被搶什麼可能就注意一點啦 - 我以為我在法國就不小心 - 停下來填問卷 - 對 - 是兩個人嘛 - 然後結果 - 我在填問卷的時候 - 然後他還一直叫我說什麼 - 填問卷要給他一點錢 - 然後我就覺得 - 啊算了算了給他給他 - 然後就在我要給他的時候 - 有一個法國人就趕快跑來說 - 欸你們兩個趕快趕快走 - 他就說那個女那個女的 - 應該是要搶女朋友 - 對 - 就是不能停下來 - 就是忘了你知道 - 人偶爾人有時候 - 比較傻傻 - 傻呼呼 - 我們是在地鐵裡面就是 - 是不是有被搶包包 - 但是法國人有幫忙 - 這樣好像不能說 - 喔對 - 要說弄麻吉 - 然後他們就出去 - 但是有拉扯一段時間 - 後來就發生說是 - 錢包裡面的現金被拿走了 - 但是錢包還在 - 而且其實我們是有警覺的喔 - 欸我跟你講結伴比較難啊 - 因為像我一個人走到法國的時候 - 就會走很快 - 然後也會比較警覺 - 所以就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- 可是因為你旅行的時候一定會結伴 - 那會拖累你的速度 - 因為你就是一眼看出來是觀光客 - 而且那時候還蠻緊的 - 像這種東西我們就會覺得 - 就是一個經驗嘛 - 還蠻有趣的啊 - 而且反正 - 錢包本身沒有被搶就好 - 對對對對 - 就是一點現金就給他 - 沒什麼問題這樣 - 但我覺得日本人就是連這種事情 - 就是他就會很慌張 - 或什麼 - 寫了多少錢 - 說實在 - 大概跟我就提問去 - 給他的錢他就沒辦法猜 - 因為你不會帶他就現金在身上 - 因為你不會帶他就現金在身上 - 對啊 - 就卡不要被藏走就好 - 他想可能會被偷不掉 - 而且我們現在一定就是很快都可以立馬停掉 - 對 - 衛生麵 - 衛生麵真的是你知道 - 那個的確是可以理解的 - 因為這裡的廁所實在是太乾淨了 - 而且又很舒適 - 對對對 - 因為其實我後來覺得出國這麼久了 - 我覺得最近很多國家的廁所都還蠻乾淨的 - 但是他就是那樣 - 法國很不行 - 法國很久沒去了 - 因為其實我覺得美國 - 只要是大城市 - 喔 美國還不錯 - 美國還不錯 - 美國東南亞的廁所也都現在很乾淨 - 嗯嗯對 - 但是問題就是說他的 - 其實是台灣廁所的廁所 - 可不可以再算下去 - 不可以這樣 - 不可以這樣 - 不可以這樣嗎 - 可是還蠻想起來 - 好 - 台灣廁所有點不乾淨 - 因為而且台灣的下水系統很不好啊 - 所以他都會叫你不能把你用過的廁所丟進去 - 你要放在那邊 - 可是那邊就很難害怕 - 所以我在台灣基本上都會盡量忍耐 - 然後到自己 - 就連我家廁所我其實也覺得很髒 - 但是我家廁所還是比外面好 - 然後所以就是我家廁所然後 - 或者是旅館 - 我就忍得到 - 我是一個貧尿的人 - 可是我就很痛苦 - 你連白貨公廁廁都不行 - 就是盡量不想去上 - 餐廳嘛 餐廳就會嚴重啊 - 但是你餐廳你就是還是會吃吃喝喝 - 就還是會上 - 所以那真的是一個很大的 - 那真的是一個很大的 - 對一個生活在裡面很久的人來說 - 那真的是太硬而害怕的一個 - 因為我覺得新的購物中心的廁所都是可以沖進 - 還可以 - 對 - 所以可以沖進去的話我就覺得還OK - 對啦 - 對 - 我跟我前夫比如說去台灣啊 - 然後他也都會就是說 - 就好想念Woshulet - 喔 - Woshulet - 對因為沒有Woshulet - 就是乾淨不乾淨 - 他就是有講過台灣的 - 真的是不太乾淨 - Woshulet是真的比較少 -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是 - 比如說去東南亞 - 像我前夫也是這樣去東南亞 - 去台灣就會拉肚子 - 我也是 - 我已經變成日本味了 - 所以我就需要 - 需要Woshulet - 那你可以買 - 携帯用Woshulet - 還不天啊 - 我本來還想要貼連結上去 - 之後來忘記了 - 我是不是應該把它帶去美國 - 像說好笑 - 欸 我的那個啊 - 我休暇的朋友就有帶去美國 - 就是他 - 而且他 - 還好他有帶去 - 因為他在那邊大概四年 - 唉唷 - 那你剛才直接找那邊偷偷買就好了吧 - 也是啦 - 對啊 - 可是他可能會搬家什麼的 - 好吧如果真的要搬很久 - 你就要抱著那個Woshulet - 都搬起來 - 就我二月去了兩次 - 是不是去台灣一次去美國嗎 - 然後因為台灣真的太冷 - 你去美國就是你知道 - 就只能shower - 我就會覺得好想念我的 - 我家的浴缸 - 因為就是台灣也是有泡澡對不對 - 但日本的泡澡很讚 - 它是一個恆溫式的澡道 - 對 - 就是你只要按一個按鈕 - 它就開始幫你弄調一個溫度 - 然後它就調到你按那個 - 當然大概是40到42嘛 - 而且興奮很難回念 - 但大部分人都放好就放著放著 - 然後一直等到你Ready - 你再去泡 - 對 - 然後你偶爾是在那種 - 哈 - 的感覺 -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 - 人生的制服時刻耶 - 外遇方面的引體 - 所以真的是日本太好 - 對 - 導致去國外就是覺得 - 然後有一種沒有被滿足的感覺 - 對 因為他們的衛浴其實就是 - 很多客 - 他說的衛生其實包含所有 - 就是譬如說路上的那樣 - 但我覺得路上乾不乾淨 - 根本就不關我的事 - 路上沒辦法啦 - 我也不在乎這件事情 - 但我覺得我的接受度應該比你高一點 - 因為我也不會覺得需要每天要泡澡的 - 就是我對於衛浴還好 - 但我對於廁所我可能會比較在意 - 廁所人家大家都蠻在意的吧 - 可是我其實也沒有很在意他有沒有窩血蕾 - 可是我其實也沒有很在意他有沒有窩血蕾 - 我比較在意他乾淨 - 但他只要乾淨就好 - 辦護照很麻煩 - 這個真的是 - 就是藉口啊 - 這真的是藉口 - 因為我辦過 - 東京 - 我覺得地方可能有點麻煩啦 - 他的護照中心可能不多 - 但是其實我後來查了一下 - 就是他其實每個地方都會有一個給你辦護照 - 真的嗎 - 東京我覺得就是你就去遊樂町 - 然後他就真的是你填好 - 然後你照好照片 - 超級無敵方便的 - 而且我那個時候幫我是趁COVID去辦 - 因為我想說你現在可能要等了 - 你可以想像他曾經有很多人 - 因為他有那個 - 那個迷宮排隊存在率 - 一大片 - 就是那個排隊區域是一大片的喔 - 但是我那時候就直接貼 - 根本就沒人 - 然後我就直接就是 - 然後我辦好了 - 台灣你竟然不用等就拿到一本無敵護照 - 是的 - 但之後就一直沒用啊 - 直到我今年終於去了台灣跟美國 - 應該要去一些就是台灣要護照 - 要簽證的地方這樣才會比較爽 - 我覺得好懶惰喔 - 我最近因為常去東南亞出差 - 我有時候都會覺得很麻煩 - 因為日本是不用嘛 - 然後 - 只有你要辦 - 越南還是要 - 然後印尼是大家都要 - 但印尼是 - 如果電線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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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STA那種 - 對 就你只要在網上升班就好了 - 但是 - 有一些就比較麻煩 - 對啊 - 真的喔 - 好啦 那我去個越南好了 - 可能那也很好啊 - 會去一下 - 就沒有人跟我去 - 我就是一個 - 自己一個人不會去 - 算啦 - 而且我們太忙了 - 等沒有那麼忙的我再帶你去 - 好啦你待會兒去 - 這是正面 - 然後這是背面 - 它是一個專門為 - 蘋果電腦設計的 - 一個電腦套 - 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- 然後它呢 - 其實很厲害的是說 - 它不是只有電腦套 - 而且呢這個電腦架 - 它其實有兩個高度 - 你看這是一個 - 這是比較高的 - 然後這個是比較低的 - 折的方式不太一樣 - 它的名字叫做 - MOFTO - 看得到嗎 - 我會把它的這個 - 資訊放在留言 - 大家可以去看看喔 - 早上看了我們的穿搭 - 覺得我們看起來很 - 跟它的品牌很搭 - 它有三種顏色 - 這是綠色 - 還有白色跟 - 淺灰吧 - 我有點忘了 - 因為我 - 看到這個顏色 - 我就愛上它 - 所以基本上我就選了它 -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- 其他的顏色 - 然後看看喜歡哪一個喔 - 我們現在談的這幾點 - 都是表面上的 - 對 - 就是他們會 - 如果你問日本人說 - 蛤 - 那你們都會什麼都不做 - 他會告訴你 - 對 - 對 - 但是 - 不是真正的 - 對 - 這些都是解口 - 對 - 而且就是會這樣回答人 - 他多少都應該還是有一點了解 - 對 - 他才回答得出來 - 對 - 真正的日本人 - 根本就... - 但沒有這個概念 - 所以他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沒有去 - 真正的日本人 - 就是有一個人就不會要說 - 真正的日本人 - 他完全沒有興趣 - 對 - 的原因是什麼 - 這個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- 好 第一點是 - 周圍的人沒有再去